大家好,今天来聊聊 日本有哪些有名的高科技展览馆 日本有很多高科技的展览馆 以下是一些比较知名的 一国立科学博物馆 National Museum of Nature and Science 位于东京上野公园 是日本最大的科学博物馆之一 展示了大量的生命科学 地球科学和物理科学方面的展品 国立科学博物馆位于东京上野公园内 是一家集自然史、人类学、科技史和物理学于一体的 大型科技博物馆 以下是该馆的一些好玩的展品和活动 一恐龙骨骼模型 该馆内有多个 真实大小的恐龙骨骼模型 包括著名的霸王龙、剑龙和三角龙等 二星空探索馆 该馆内的星空探索馆 采用先进的数字投影技术 让游客仿佛置身于太空中 感受宇宙的浩瀚和神秘 三体验工作坊 该馆还设有多个体验工作坊 让游客可以动手制作科技实验 亲身感受科技的魅力 四人体模型 该馆内有多个真实大小的人体模型 包括骨骼、肌肉、内脏和神经系统等 可以了解人体结构和功能 五物理实验室 该馆内有多个交互式的物理实验室 可以进行各种有趣的物理实验 如电磁感应、静电、光学等 六特别展览 该馆还经常举办各种主题的特别展览 包括生物多样性、太空探索、科技创新等 是一个不断更新和充满新鲜感的场所 以上是该馆的一些好玩的展品和活动 让游客可以在探索科技和自然之美 的同时获得丰富的知识和乐趣 国立科学博物馆的门票价格 根据展览和活动的不同而有所不同 以下是一般的门票价格 成人620日元 高中生20日元 中学生以下免费需持有学生证 值得注意的是 该馆还有特别展览 和星空探索馆等项目需要额外付费 具体价格可以到官网查询 参观建议 一预约门票 由于国立科学博物馆 是东京的著名景点之一 门票经常一票难求 因此建议提前在官方网站预约门票 二制定游览计划 该馆展览区面积广阔 游客可以事先制定游览计划 根据兴趣和时间进行选择 三注意展品说明 该馆内的很多展品都有详细的说明和介绍 游客可以认真阅读 了解展品的背景和科学原理 四参加工作坊 该馆内有多个工作坊 可以让游客亲身参与制作科技实验 获取更深入的体验 五关注特别展览 该馆经常举办各种主题的特别展览 建议游客提前了解 不要错过有兴趣的展览 六尊重博物馆规定 为了保护展品和其他游客的安全 该馆有一些参观规定 如禁止拍照 禁止食品和饮料等 请游客遵守相关规定 二国立科学技术博物馆 National Museum of Emerging Science and Innovation 位于东京市江东区青海 是一个面向未来的科技博物馆 包括交互式的展览和最新的科技展示 涵盖了机器人、人工智能 生命科学和环境科学等方面 以下是该馆的一些好玩的地方 EASIMO机器人表演 该馆内有一台ASIMO机器人 能够进行各种表演 如跳舞、踢球、倒水等 让人们感受到科技的魅力 二未来城市模型 该馆内有一座巨型的未来城市模型 可以了解未来城市的设计和科技应用 三地球环境模拟体验 该馆内有一座地球环境模拟体验装置 可以体验未来的地球环境和气候变化 四交互式展览 该馆内的多个展览 都采用交互式的展示方式 可以让游客亲身体验 科技的应用和效果 五三地影院 该馆内有一座三地影院 可以观看最新的科技影片 如太空探索、生命科学等 六特别展览 该馆还经常举办各种主题的特别展览 包括机器人、人工智能、生命科学等 让游客了解最新的科技和发展趋势 以上是该馆的一些好玩的地方 让游客可以了解最新的科技 发展和应用获得丰富的知识和乐趣 国立科学技术博物馆的门票价格如下 成人票720日元 大学生票640日元 高中生票480日元 中学生及以下儿童免费入场 此外,该馆还提供各种优惠票 如团体票、年票和做伙伴票等 具体价格可以在官方网站上查询 需要注意的是由于疫情的影响 该馆的开放时间和门票价格 可能会有所变化 请在前往之前查询官方网站 或致电咨询 三东京都现代美术馆 Museum of Contemporary Art Tokyo 是日本最大的现代艺术馆之一 展示了大量的现代艺术作品 包括绘画、雕塑、摄影、视频和装置艺术等 东京都现代美术馆里面有很多 可能会让您感到有趣和好玩的 展览和活动 一永久展东京都现代美术馆 拥有超过一万三千件艺术品 其中包括村上龙、草菅、弥生、宫崎骏等知名艺术家的作品 您可以参观这些作品 了解日本现代艺术的发展 二特别展 该馆经常举办特别展览 展览的主题涵盖绘画、摄影、装置艺术等各种艺术形式 可以让您更全面地了解现代艺术 三展览活动 该馆还会举办各种活动 如讲座、工作坊、音乐会等 您可以通过参加这些活动 更深入地了解艺术和艺术家 四咖啡厅和博物馆商店 该馆内有一个咖啡厅和博物馆商店 您可以在那里休息和购买 艺术品或纪念品 五建筑设计 该馆的建筑设计本身也是一件艺术品 您可以欣赏到建筑师名古乌青 和建筑设计师安藤忠雄 共同打造的现代建筑 东京都现代美术馆的门票价格 因展览内容和类型而异 以下是一些常规门票价格供参考 成人票1300-1700 大学生票1000-1200 高中生票600-800 小学生票400-500 门票价格可能会随着特别展览 节假日等而有所变化 因此建议您在前往之前 确认当天门票价格 此外您可以在该馆官网上提前购买门票 可以节省等待购票的时间 四东京都科学技术馆Science Museum 位于东京市台东区 是一个面向公众的科技博物馆 包括交互式的展览和实验室 展示了物理、化学、生、命科学和地球科学等方面的科技展品 东京都科学技术馆 有很多有趣的展品和活动 以下是一些可能会让您感到有趣的内容 一宇宙剧场 它是一个巨大的全息投影剧场 可以欣赏宇宙和星系的奇妙之旅 二未来科技馆 这个展示未来科技的区域包括机器人 人工智能、虚拟现实和其他现代科技 三科学探究馆 这个展览区域是互动性极强的 您可以在这里进行各种实验、观察和探索 四日本技术馆 这个展览区域展示了日本在各种技术领域的成就 如汽车制造、电子技术、铁路等 五科学展示馆 这个展示区域包括各种科学 原理和概念的展示如光学、升学、力学等 六科学影院 科学影院有各种科学主题的电影 包括3D和全景影片 为您提供沉浸式的观影体验 除此之外 东京都科学技术馆 还经常举办各种临时展览和活动 如机器人大展、太空探索展等 如果您是科技迷 或者想要了解科技方面的知识 东京都科学技术馆 是一个非常有趣的地方 东京都科学技术馆的门票价格 因展览内容和类型而异 以下是一些常规门票价格公参考 成人票700、缸1、600 大学生票500、缸1、200 高中生票400、缸1、000 小学生票200、缸600 门票价格可能会随着特别展览 节假日等而有所变化 因此建议您在前往之前 确认当天门票价格 此外您可以在该馆官网上提前购买门票 可以节省等待购票的时间 5301号馆美术馆 Mitsubishi H-Eagle Chem Museum 位于东京市千代田区 是一个私人美术馆 展示了大量的欧洲和日本的绘画 版画和艺术品 以及近代工业史的展览 301号馆美术馆是一座现代美术馆 展示了许多来自世界各地的艺术作品 以下是一些 可能会让您感到有趣的内容 一活动展示 美术馆定期举办各种艺术活动和展览 包括主题展览、讲座和工作坊等 二阳光大厅 这个大厅设计得非常现代化 是美术馆最受欢迎的展区之一 三视觉艺术展 美术馆经常举办 展示各种视觉艺术形式的展览 如绘画、摄影、雕塑等 四奖项作品展 美术馆展示了许多 获得国际艺术奖项的作品 如文化遗产保护奖等 五多媒体展示 美术馆还提供了多媒体展示区 展示了许多数字艺术作品 此外 美术馆还提供了许多临时展览和活动 如音乐会、讲座、特别展览等 如果您喜欢现代艺术 或者想要了解艺术方面的知识 301号馆 美术馆是一个非常有趣的地方 301号馆美术馆的门票价格 因展览内容和类型而异 以下是一些常规门票价格供参考 成人票 1-800-2-500 大学生票 1-500-2-000 高中生票 800-1-500 小学生票 500-1-000 门票价格可能会随着特别展览 节假日等而有所变化 因此建议您在前往之前 确认当天门票价格 此外 您可以在该馆官网上提前购买门票 可以节省等待购票的时间 6. Sony EXP Laura Science 位于东京市港区青山 是由索尼公司运营的一个科技体验馆 展示了最新的科技产品和技术 Sony EXP Laura Science 有一些可能会让您感到有趣的内容 1.互动展览 科学馆的大部分展区都是互动式的 让游客能够亲自进行实验和观察 例如可以亲身体验 地震和飓风等自然灾害 2.数字娱乐 科学馆展示了一些最新的数字娱乐设备 如虚拟现实眼镜 智能机器人等 3.制造工房 科学馆还提供了制造工房 游客可以在这里亲手动手 制作一些简单的机械或电子产品 例如制作简单电路等 4.索尼技术展示 科学馆展示了一些 索尼公司的最新技术产品 例如高清晰度电视音频设备等 5.全息投影 科学馆提供了一些全息投影展示 可以让您亲身体验3D图像和视听效果 此外 科学馆还定期举办各种特别展览和活 动 如夏季儿童科学体验营 文化节和科技论坛等 如果您对科学和科技感兴趣 Sony EXP Laura Science是一个非常有趣的地方 Sony EXP Laura Science的门票价格 因不同的活动和展览而有所不同 以下是一些常规门票价格供参考 成人票1000-1400 大学生票700-1000 中学生票500-700 小学生票400-500 另外 儿童 残障人士及其看护人 60岁以上的老年人等群体 也可以享受优惠票价 门票价格可能会随着记 结合特别活动而有所变化 因此建议您在前往之前 确认当天的门票价格 这些展览馆都是非常值得一去的 能够让游客深入了解科技 艺术和文化等方面的内容